啊啊 糟糕 要撞了 啊 Jesus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傑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久違的卡車模擬器 Truck Simulator Ultimate 沒想到又更新了1.13版 我們上次玩的是1.1.1嘛 現在已經來到了1.1.3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更新什麼 多了新的奇妙圖形調整 嗯 適用於手機跟我們模擬器的部分 那不曉得會改變什麼 然後應該等一下可以調吧之類 然後有多了掃雪機 我們今天會玩美國的地圖 所以我們應該會遇到齁 如果我們開暴風雪的話 然後針對低端設備有了優化 所以比較不好的手機可能就會比較順一點 輪胎效果不曉得 然後有新的地圖跟預告片 齁 然後還有天氣系統 來吧 各位我們就玩玩看到底有什麼改變好不好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我們就來突破個1130個讚 各位 它剛剛說的奇妙圖形的調整 就在這邊 我記得以前直到超 對不對 現在已經來到了極好的 哇 啊 我的裝置效能不佳 怎麼可能 我用電腦的呢 不過沒關係 它雖然這麼講 我們還是可以做 好不好 試試看 極好的 那我們一樣進線上來玩玩看 好 那我們上次呢 已經有買了這一台車嘛 我們還有一點點錢 我們就來改它一下 好不好 剩下100多K 應該不太能改什麼了 然後它剛剛有提到說有什麼輪胎效果嘛 這個就不曉得會有什麼差別了 買這個吧 花下去 剩87多 不夠錢了 喔 我覺得輪胎還是這個好看 然後燈的話 燈是必須要買的 所以這個美卡的燈在這邊 比較小一點 不像我們買那個歐卡車燈 都是整個面板都幾乎看得到 這個我們還是找一個比較適合的 喔 這好帥 哈哈哈 這個都不怕人家沒看到你了 好吧 那我們就買這個吧 5000塊 顏色換什麼色呢 藍色好了 非常的深 很好 我們的那個塗裝可能要換一下 我們直接換皮膚就好 這樣就不用花錢了 哪一個適合我們 這個紅白 欸 綠色 好吧 就這個了 這看起來更有美國的風格 就它了 接下來這個前面的bomb吧 看要不要買 這個不錯 這個好看 我還夠 我還夠 然後飾品 覺得買了 車子還是豐富一點 比較好看 顏色我們稍微換一下 我覺得我們不要太太白 稍微灰灰的這樣子就好 好 差不多啦 那我們就留一點點錢 等一下這個 可以升級我們的辦公室 好不好 然後再把車牌一樣改一下 那我們就一樣來進線上 看會不會遇得到人喔 好了 各位 等了很久 都沒有人 我不曉得是美國時間 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是晚上大概7點左右 他們應該還在睡覺吧 所以我只能自己開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送這個相機好了 從Oberlin Park到High Point HIGH POINT 5900 1738 哇 滿久的齁 那我們選早上 然後這個我們就試試看暴風雪了 希望不要太冷革 出發 唉唷 遇到一個鳳凰城 還能遇到一個玩家不錯 23個小時耶 超級久的啦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呵呵 哇塞 好誇張喔 這個很冷吧 我們先開個冷氣好 欸畫質真的變好很多耶 然後燈開一下 準備出發啦 你看我的車子 全部都有裝鐵鏈耶 超帥耶 8888 Let's go OK 走吧 那我們現在 讓他領頭好不好 J 他也叫J耶 這麼剛好啊 那我們這個可能要刷一下 欸畫質真的變很好耶 不會有點那種 虎虎的感覺了 對不對 啊我們今天第一次開這一台卡車 噢G 呵呵呵 差一點 差一點就撞下去了 我不曉得我們選這種暴風雪喔 他進來會不會也是暴風雪的 啊哪泥 哪泥 我怎麼這樣就扣款了呢 哪泥 他幹嘛啊 啊他害我走錯路 我還跟著他走啊 我的天啊老天兒啊 你在耍我嗎 大哥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太會玩耶 因為他也不太會把哭的感覺 啊警察啦 啊死啊 直接在美國犯法 哇這貨櫃蠻猛的耶 呵呵 不要抓到警察 抓到警察要發錢了 啊不 美國警察就來了 所以到底會不會開車啊 喔喔喔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 呵呵呵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選早上嗎 怎麼 感覺現在看起來像晚上啊 然後目前我們是還沒看到那個 殘雪車 看看美國的地圖跟這個我們玩台灣的那種 路面的感覺會不會不太一樣齁 咱們就繼續走 1400多 看看還會不會遇到什麼神奇的場景 齁 因為畢竟他有說多了一些新的東西嘛 但我們目前看呢 好像還好 沒有多什麼 只是因為現在有雪的關係齁 這個路段還蠻像什麼你知道嗎 很像 我們之前玩標庫有一段呢 也都是在標車 這裡好像齁 然後開到晚上的感覺就是長這樣子 我覺得路有點不太一樣齁 美國有那種比較寬闊的感覺 有沒有 都是一片廣闊的這樣子 有一些大岩石啊 然後 這個旁邊應該都是有點像 小沙漠的那種感覺齁 對不對 沒有什麼東西啊 來看一下我們前面的車燈 帥氣吧齁 真的大家都會注意到我們 我在路邊等他好了 我覺得他太慢了 各位我看到殘雪車了 在這裡 喔這裡有殘雪車 但不曉得等一下會不會來我們這一邊 或我們在這邊看得到 我看到他來了 他來了 等他等他 他也是搖搖晃晃 GO 好跟 走吧 哇塞 這邊雪更大了呢 對不對 剛剛那邊是 這邊都沒有積雪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已經整個風又變得更大 雪又變得更大了 而且能見度不是很高 好有在美國開車的感覺 現在明明是白天 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景物造景之類的 喔這邊又比較沒有了 這邊有一個吃飯的齁 又過了一個加油站 而且我覺得我完全追不上前面的車耶 超奇怪的 他到底跑去哪呢 喔糟糕 要撞 Oh Jesus 前面塞車啦 各位前面大塞車 啊我們從旁邊過 啊 啊 各位閃退 齁 我又已經開了一半了耶 OK 各位 重開之後 他說有一個未完成的工作你要繼續吧 我們就來繼續吧 反正都已經跑那麼多了不跑完 錢錢都虧了是不是 只是應該線上那個應該就不見了 耶 該不要重頭吧 欸 剩300多而已耶 那不錯嘛 OKOK 好我們先把這個打開 暖氣一樣再開一下 暖氣啦 講錯了 走吧走吧 還不錯呢還能接關算蠻好的了 對不對 而且我們只剩下300多公里就到了 竹竹把我們又省了300多公里 很好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齁 選這個天氣齁感覺不太好 因為我們都看不到外面的景觀 反正我還想期待說看看 美國的地圖呢 外面是長怎麼樣 我覺得下一次可能我們要選一個 嘖 比較好的天氣 或是稍微下點小雨的 或是什麼之類的 不然你看我們只能夠看到這個 整個都雪景 白茫茫的一片 我們來美國的加油戰加個油看看 好不好 GAS 沒錯沒錯 他們都是寫GAS 欸這邊是Shopping的喔 OK 不然我們在Shopping看我什麼行個家 來 Shopping 買個能量飲料 嗯這個好 然後買個 起司三明治 好 105塊 耶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喝一喝 喔 還會打開耶 這個拉鍊會打開耶 然後再試試看這個 再打開一次 喔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看不到它拿出來 這樣子 欸殘血車 我們要看到了 在這裡 這很辛苦耶齁 他們這個 時不時刻就這樣下這麼大的雪 如果沒有慘的話呢 大家可能也沒辦法開車了 啊糟糕 啊 欸破了 這故意的嘛 對不對 擺明要有花錢的嘛 你看地圖剛好有一個那個 修理的地方啊 我看一下哪裡破了 看不出來哪個輪胎破了 沒有發現有破輪啦 但是不管啦 我們還是進去看看吧 第一次玩卡車玩到破爛的 齁 我們之前玩都還沒有遇過破爛的 齁 來囉 我來補輪子囉 我們剩下不遠的距離 還讓我多花這一筆錢啊 這是不應該啊 哈哈哈哈 啊 一次要五百塊 也太貴了吧 超不划算耶 我們這一趟也才幾千塊而已 你光修理就修我五百塊 好了各位觀眾 我們在兩百四十公里就到了 今天我們就是在這個白茫茫的雪景 以及暗暗的天氣裡面度過 完全沒有看到什麼極大的場景 只有看到幾顆這種沾滿了霜 沾滿了雪的樹而已 其實都沒有喔 啊各位觀眾 我想到為什麼這個選暴風雪的這個天氣會是這麼暗 有可能真正在暴風雪的時候 天氣就是長這樣 看不太到白天的感覺 我在猜啦 有可能啦 好啦 剩下不到一百公里了 快要到了 唉唷這裡有機場欸 那寫AirPro 所以我們是不是看到機場嗎 蛤 慢一點慢一點 看會不會看到機場 欸殘血者又看到了 喔殘血者又看到了 我覺得美國地圖我們可以選一個好天氣 之後再來跑不同送貨的地方 看有沒有可以看我們比較熟悉的道路喔 喔 真感動啊 一千多公里的長針 我們總算要成功了 哈哈哈哈 先把車子趴過來 好來 來 帥氣的給它停好 好了 那我們總共賺了八千八百五十塊 不錯不錯 剩下的錢呢 我們就來把公司這個部分弄一弄 好不好 我們先全部都給人家弄一個 先不要整個大升級 大升級太花錢 好 各位我們剩下23.6K 先暫時維持這樣 因為之後如果我們要買車的話 不升級也是不行 對不對 還是大一點比較好啦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的卡車模擬器呢 就到這邊做一個結束啦 喜歡這個世界記憶的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也別忘記我們的 1130個讚 我們就下次卡車模擬器再見了 掰掰